欢迎来到香港知TV啊 看我冻成这个样子是吧 真的在南京冻成狗啊 所以我们在外面不敢吃了 我们跑到大商场里来了 我们现在这个是在南京大排档 在这一家 一来就给我们个下马位啊 你们看看门口排队的人有多少 领了个号 领了个号说可能要一个小时才能排得到 但是看了一下我们是七个人 他说你是大桌 大桌还行 大桌他说前面只有一桌 很快就轮到我们 现在等到叫我们号的时候 我们进去啊 看看南京大排档台里面 究竟是给我们什么吃的 据说是整个南京所有的小吃都有 哎你们有福气了啊 我也有口福 你们有眼福了啊 再见吧 我坐在门口这儿等还可以问他要水喝要糖吃我先来一颗糖吧 水不用了谢谢 你看看这个咱们的这个送水的穿得像个地主一样是吧 地主给咱们服务 给我们贫下中农服务 财主是吧 丁周四号我们到了 贵客到啊 我们跪着进去是吧 贵客 跟着我们的地主老财啊就是这里谢谢 谢谢 很好是吧 这个不色不香的桌子 来自信商把点菜啊 好嘞 客官要你餐不快 好谢谢 客官点菜还要我们 我们要客官的点菜啊 不要很主观啊 哈哈哈哈哈哈 哇 这鸭方小姐都把吃都拿出来了 这边有很多都是名当爱说的事 我要来看一看 山芋薄皮虾饺啊 哦都是小吃啊 天王烤鸭包啊 千层高 哇 哦它直接就在这里做 这个这个不是我们小山游子分流吗 状元大春卷金牌煎饺锅 哇这个出来了这个就状元大春卷 哦活珠子 活珠子你们知道是什么吗 活珠子它里面有个鸡的 鸭或者是鸭或者是鸡 嗯 酱汁田螺 哦这边都是在煮菜呢 那个就活珠子肯定 煞锅 所以他们名当的这个地方 你们可以看得到他们怎么在做 这边就是酒水了 点是很方便 桌子上它就会有一个二维码你扫一下 然后想吃什么你就把它往上点就行 我纯粹是为了你们我才走了那么多路过去给你们看了一下里面有什么吃的啊 行了我们现在点菜了 菜上来以后我们给你们看食物 这些食物究竟是怎么样 嗯 坐在这里好像我的脸色也特别的红润是吧 后面没有是这个红帘子 啊那个活珠子里面有小鸡的 这个是什么呀 这个是什么呀 里面是卤干是吧 它是干子 干子是什么 豆腐干 就是它的底汤是鸡汤 啊底汤是鸡汤 里面是什么 豆腐干 里面就是豆腐干 啊这里是活珠子 活珠子我先来给你们看一看 活珠子我先来给你们看一看 它里面是有小鸡的说是 嗯 来来来我们看看活珠子啊 给你们看一下 活珠子先把它的汤喝掉 汤很鲜很鲜 啊完了我又要反戴帽子了 你们也知道反戴帽子就开始要猛吃了是吧 买这个好 它还没有出毛是吧 它出毛的话那个就 这个就是个小胎 对这个就是个胚胎 看到了吧 它这个就是个胚胎 我们我们那边叫喜蛋 喜就是有喜事的喜 江面那个白的不吃啊 对白的丁我们不吃 但是我觉得有时候你把它嚼下去也蛮好吃 对 然后我们蘸一下它的这个椒盐 它是蘸椒盐了 这边是蘸椒盐 我们那里是蘸酱油 其实很多人活住就是不能接受的啊 这个应该还行 就有的有毛的那种 上次我有个朋友来 我给他吃那个就有毛的那种已经成型了 哇他吃吐了 他打开就恶心了就吐了 那个是放鸡蛋 那个是放鸡蛋 嗯 放鸡蛋 这个丁 其实就培台把它的养料都慢慢慢慢吸收到那个里 我们一般就不吃了这个 不需要话 对说是不需要话 但是味道其实还可以 蜜汁藕片 里面的这一个是糯米 嵌在这个每一个的藕眼里 那这个就是桂花年糕 是吗 拉糕 拉糕 我先来个蜜汁藕片 这个在泰国不太吃得到的 你吃蜜汁藕片 这个又太黏大了 对 来 红糖 撒在那个藕上面 特别好吃 这个是啥 有豆腐 有面筋 有面筋 对 面筋吗 面筋 这个也算小吃吗 对 摔一个菜 摔一个菜 也可以 不要敲大头 不能敲小的 我来 嗯 哇鲜 好吃 味道真不错 然后刚才那个那个和珠子 你要敲的话就敲大头 敲小头不行的 因为敲小头就是下面这个丁 你敲不开了 敲大头那边 那把汤汁一吸就好吃了 这个是什么 红糖年糕 这个就是红糖年糕是吧 像个火鸡一样在上面 那这个呢叫子巴 对 我们早餐基本上都吃这个 早餐都吃这个 炸糕 不是炸糕 就是子巴 也是糯米 也是糯米的 这个也是糯米的 这个我来试一试 这个是糯米的 年糕嘛 我想总是糯米的是吧 试一下了 感觉像个臭豆腐 哦 烫 很糯啊里面是糯米的 然后外面浇着红糖 还有花生碎 很香很好吃 因为太烫了 真的太烫了 我刚才平平在吃那些 我的朋友给我推荐说是 这个鸡汁回卤干 你一定要尝一下 我觉得里面连点荤腥都没有 我本来是想放过的 多留一点胃口之别的 然后他说你一定要试 他说这个很好吃的 试试看啊 哇 太咸了 它里面没有肉 为什么会这么鲜 没有肉 哦 鸡汁 对 它是用鸡汤做的 难怪了真的是 好吃 这好吃 这好吃 臭豆腐啊 这个臭豆腐上面是什么 辣酱是吧 辣酱来单单帮我一下 帮我弄一块下来 好嘞 试一下我们的臭豆腐 这个就是那天说外面黑的 然后里面切开来就是就是白了 是吧 这是没有切过的 所以黑色的臭豆腐跟那个湖南的差不多 但是绍兴臭豆腐不是黑的 绍兴臭豆腐全是黄的 嗯 嗯 这个辣酱就对味了 臭豆腐一定要用这种鲜辣的辣酱做的 这个跟我们那里弄辣酱一样 我们早上吃生煎啊 吃什么的 我们叫 不叫生煎啦 我们那个地方那个早上叫什么 煎包啊 煎包我们是叫什么的 锅贴 对我们是叫锅贴的 站地也是这个鲜辣酱 这个也是在这个鲜辣酱 好吃 哦 这个味道可以 那里还有个什么粥啊 美铃粥 美铃粥就是那个宋美铃的美铃啊 对对对对对对 为什么叫美铃粥啊 宋美铃爱喝这个 应该是 应该是 我们看一眼 它里面好像是用牛奶做的 是用牛奶吗 不是啊 我试试看啊 我试试看 宋美铃吃的呢 吃完了以后我也像大美人一样了 是吧 它里面有西米的 它里面有西米的 而且它是甜的 那是好喝 嗯 还有介绍的 糯米里面还有 糯米百合山药 那为什么里面看着像西米 它的这个 甜啊 好喝 人家这种民国时候是讲究啊 真的是 做一个粥还要放什么这个 黄豆啊 玉米啊 什么糯米啊 西米啊 什么东西乱七八糟 炸在一块 然后还是甜甜的 真的好喝 养盐啊养盐 老母鸡汤馄饨 这个馄饨它又是用老母鸡做出来的 南京这个地方 鸡呀呀的真的很惨 跑不掉 真的跑不掉 真的跑不掉 我来一碗 我来一碗馄饨 我们来尝一下这个老母鸡汤馄饨 嗯 这个就是我们的小馄饨 其实南京它吃的这个馄饨 跟我们杭州很像 小馄饨 但绝大多数城市 我们去吃的都是大馄饨 大馄饨里面肉虽然更大一点 但是我觉得没有像小馄饨那么的鲜 所以我还是比较喜欢吃鲜味的东西 好吃的 那边又上什么了 这个是 透肉饭 对对对 那我还是先介绍素的吧 昏得我很棒 这个叫麻油干丝 我一开始以为是面 然后我朋友他说 他这个是用干丝做的 然后拌着麻油 我们蘸一点麻油啊 上面还有那个呢 上面还有虾皮 吃一下 麻油的东西 我觉得根本就不用多说了 肯定好吃的 我小时候没有东西吃的时候 我就是拿一个米半 然后酱油麻油猪油拌一拌 我就能吃很多 嗯 很浓的一股麻油的味道 就是小时候的味道 好吃 真好吃 姜米扣肉饭 这个这个真的是一定要来一点 试试 糯米加红烧肉啊 扣肉啊 好了好了 我一个人我就半碗先来了 先来了半碗 这个可以的 那基本上下一个人就一片 一个人就一片 对吧 一片肉 然后就带着他的这个米 就糯米了 是吧就是糯米 我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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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来强势了 你们管自己吃啊 不用来管我 我跟你们一起吃是吧 我不跟他们聊 我跟你们聊 嗯 酱油的 酱油做的 然后你看这个扣肉 这个我真的要好好给你们介绍一下 这个扣肉像什么 就像我们包的粽子 粽子里面的肉 肥瘦相间 而且是酱果的这个肉感觉 那真的是完美 完美 我最喜欢这样的吃法 又来沙拉 什么包子啊 烤鸭包 里面是烤鸭 烤鸭包 完了完了 我吃不过来了 这个我看是做过中华鸭小吃的 中华鸭小吃 过美食结晶奖 烤鸭包 它这个是一个像小笼一样的 里面是包的是烤鸭是吧 听这个名字就知道了 烤鸭包 这样吃起来真的是鸭都要笑掉的心 嗯 里面有汤汁 然后里面是烤鸭吗 我觉得它是肉圆嘛 烤鸭吧 是用鸭子做的 鸭肉做的是吧 是肉圆 就是肉 鸭肉做的 用烤鸭的肉做的 感觉像是猪肉圆一样 但是它是用鸭子肉做的 鲜 特别咸 它的这个汤汁你吸进去都是要小心烫舌头 这个真的叫 皮薄餡大 这个皮你看 薄成这个样子 馅大成这个样子 但是你再大的餡 你也没有我的嘴大 完成 这个地道的南京风味 看起来就好像大郎 你爱喝药是吧 一碗中药 其实它是甜的 糖芋苗 里面是用芋头是吧 甜的 苗是什么东西 芋苗吗 芋头苗 对啊 这是一个东西 小芋 小芋头 所以叫芋苗 芋头苗做的 糖芋苗 我不客气了这个 上面还撒的是桂花 下的是桂花啊 我们这边就是 江南就是要吃桂花 桂花的这个香味 别的东西它是没有办法去取代的 糖芋苗 红糖 芋头 看到了 芋苗这个就是 哇 然后还放了 放了淀粉 还放了生粉 所以它的这个是吃进去是滑滑的 滑滑的就感觉连在一块 一口就要你咬不断一样的 你就要咽下去 南京的小吃多是真的多的 这个叫萝卜蹲子 萝卜端子 对 这个其实跟我们的有吃蒸丢 就是一样的东西了 对吧 它是萝卜丝 萝卜丝 这个我来试一下 这是萝卜丝 这是萝卜丝 油炸一下 裹上面粉油炸一下 这是我们那个 油脂灯丢个味道 一样的 跟我们那个油脂 油脂灯头我们讲 味道是一样 但是造型不太一样 我们那个是 棒棒的厚厚的 它这个是炸成一个像饼一样的 但是味道是一样的 嗯 就是做法不一样 模具不同 模具不同 这个又是用 什么做的你们猜 这红烧的 是用藕 又是用藕做的 这个叫藕饼 它里面有肉吗 哦 中间有肉的是吧 它类似于藕盒子 藕盒子了 对 有点像我们山东那种 做法的叫藕盒子 红烧的 两片藕 中间夹了一大坨肉 它这种叫南北结合 因为南方人喜欢吃红烧的 北方人是一个大藕 对 南北结合 所以它所在的这个地方 南京也是 整个中国南北分界的地方 所以它融合了北方菜 南方菜 它融在一起了 已经 像这家餐厅 我朋友跟我说 他说 虽然不是说某一样东西 它特别特别的好 顶尖顶尖 但是它这个地方齐全 这家就叫什么 大排档 它几乎是融入了所有南京的小吃 它在这个地方都能尝得到 今天我们是点了 基本上已经把所有的南京好吃的东西 小吃都点了 包括他们早上的那三样 炸糕 然后这个油墩子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啥 麻团 麻团今天没有 但麻团今天我早上我吃过了 麻团它是点光了 这个地方没了 也被他们都点完了 所以我们今天是都尝到了 南京这种地道的小吃 真好 赤豆元宵 这两个词 赤豆元宵 嗯 里面是赤豆加上了元宵 其实也是个甜品 跟刚才的那个 叫什么汤啊 桂花糖育苗 其实它都是属于甜品 我吃了个糖育苗 牛牛吃个那个 里面这个是什么 赤豆元宵 元宵 元宵 这个是元宵 很烫是吧 好吃吗 好吃啊 这个元宵 诺诺的元宵 反正我觉得 几乎每个中国人 都是喜欢吃的啊 然后这个吃豆加上这个糖肚 肯定好吃的 甜品 你刚才说什么 里面有酒味的 嗯 有酒酿 那么它的这个米就是酒酿了 酒酿 它里面有酒酿的了 所以 每个地方当地的小吃啊 我觉得如果 到了每一个城市啊 就是 也不是说我们一定要吃 大鱼大肉 什么大海鲜 其实我觉得你去尝试一下 当地的小吃 它最能体现的就是 当地人的一种 他们日常的一种生活 我觉得这种 也是我们旅行当中的意义 旅行的意义是什么 旅行就是我到了那个城市 我就要像当地人一样的生活一下 我要吃当地人的东西 我要看当地人的 我要看当地人所看的 看见的这些 各种各样的文化 当地人他们吃什么呀 他们看什么呀 他们玩什么呀 我们都参与一下 参与一下 这个才是真正旅行的意义 我记得我之前原来在单位上班的时候 我们出门旅游 啥呀 办公室一帮人就天天在酒店里面打牌 那你出来干什么 对不对 我就不参与 我就到外面去吃吃喝喝 所以他们一群人在那抽烟 一个一个都瘦的瘦的瘦的 瘦的身材很好 我就变了这个样子 那我宁愿变成这个样子的 你说是吧 像他们这样保持身材 我才不要呢 是吧 行了那今天的内容就先到这里了 如果大家有机会到南京来玩 一定要品尝一下南京各种各样地道的小吃 各种小巷子里你就钻进去好了 去吃好不好 行了我们下期见 拜拜